疫情重挫国内经济 政府推出纾困方案 协助劳工渡过难关 不过在澎湖有业者到目前为止 还搞不清楚这个方案内容 要准备什么文件也不晓得 先从纾困方案是看得到 却不晓得怎么吃 希望政府可以帮忙想想办法 中午用餐接风十顿 便当店却一个人都没有 疫情延伤五星级饭店 求自保跟进做便当 更有人在网络卖餐盒 大大压缩便当店的生存空间 照我以前的饭料 便当业者生意残兮兮都快撑不下去 业者收入大减 政府推出纾困贷款方案 不过业者却大叹 看得到却吃不到 听说要申请很麻烦 到底要从哪里去 去纾困去找什么方法 不知道啊 看个条件你们可以符合吗 要有账策啦账单啦 不清楚的 对于纾困方案内容 业者一问三不知 只希望政府能出面 想想办法 有一些是在停业的部分 可以申请 急难救助的部分 那可能是可以透过 我们社会处提供这一些的民众 给一些必要的一个资助 不只急难救助 符合条件的业者 也可以申请水电费减免 疫情严峻 纾困方案陆续出炉 指着大家能度过这道关卡 解决文章 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